這個保溫杯長得很特別 就像大家看到的 它的名字叫做帽子杯 它裡面的顏色很苦 就是有一種好像黑洞的感覺 這麼薄的杯壁裡面 兩層真空在裡面我覺得好像還蠻厲害的 這真的很薄耶 對啊 它很薄耶 今天的影片結尾一樣會有抽獎時間 記得要開啟C字幕 而且一定要看到最後面喔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東西 因為冬天到了嘛 最近常常天氣很冷冷到會讓人家很不爽 而且還會搭配下雨 就更生氣 那我們今天來推薦的是一個蠻暖的一個用品 就是一個保溫杯 這個保溫杯長得很特別 就像大家看到的 它的名字叫做帽子杯 它的顏色都蠻可愛的 給人一種冬天好像很適合拿來裝熱飲料的感覺 當然你要裝冷的也是可以 但是它就是有保溫的作用 然後聽說保溫跟保冷都可以達到6到8個小時 那我們看這個帽子杯 它有分兩種大小 它還有兩種不同的杯蓋可以來搭配 比方說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兩個杯子 它的杯蓋就長得不一樣 一個是長這樣子整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種可以轉的 這個可以轉的 它這個整個蓋子呢 它就是讓你做到就是防漏 比如說你這樣倒過來也不會漏 另外一個就是這一種可以轉的蓋子 它其實是一個防塵蓋 它不是走防漏路線 可是它就是讓你 比如說我現在在家裡或是辦公室裡面這個杯子 反正我也沒有到處帶 它也不會倒過來的時候 那你可以這樣喝 喝完了 你可以把它這樣子遮住喝的這個口 它就可以防塵 那你要喝的時候就再這樣轉 它不只顏色都很漂亮 而且你看它的外面是這種霧面光澤感 而且也是好摸的 然後底下是一個矽膠防滑的杯底 它其實有點像杯墊的作用 你看不同的顏色它都配合不同的矽膠杯墊 就會變得很可愛 綠色粉紅色灰色黑色白色都很好看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實際來裝飲料 給大家看它實際的效用到底是如何 然後到底好不好使用 那另外呢我們可以看一下它裡面 它裡面的顏色很酷 就是有一種好像黑洞的感覺 因為它裡面有那個光澤 外面都是黑色 可是裡面有一個稍微一點點亮亮 就是它其實是不鏽鋼杯上面 又再把鈦離子附著在上面 那這個鈦離子的作用呢 他們把它稱作是磁化鈦 鈦離子附著上它其實是有像陶瓷一樣的效果 因為陶瓷它可以不容易沾色 不容易染味道上去 可是陶瓷其實是一個比較容易會 比如說我這樣摔下去它就會破掉 比較重 但是它做成磁化鈦的好處就是 它兩邊的優點都堅固到 它又可以不沾色不染味 然後又不容易像陶瓷這樣子摔破 耐酸而且會比較輕 用真空的方式反正把那個鈦離子去附著在上面 這個我聽不太懂 但是你們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它們是怎麼講 這麼薄的杯壁裡面 兩層真空在裡面我覺得好像還蠻厲害的 我覺得這個顏色個人覺得蠻喜歡的 其實它們這幾個顏色我覺得都很不錯耶 你不覺得像這種顏色 不但你秋冬的時候用很適合 就算你是到了春天用也是不錯 對啊 因為它就是又是比較活潑的顏色 可是它又沒有把它弄到這麼鮮豔 它就把它弄得稍微有一點點霧面暗暗的感覺 對 真的很薄耶 對阿它很薄耶 你很難想像它會有真空的塵 對阿 像我的寶貝就是很像蛋頭 很像在海關會被染下來的那種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們要去附近的咖啡店 請它裝一下咖啡進來 一方面就是說可以幫大家嘗試看看到底好不好裝好不好用 二方面就是我就可以得到免費的咖啡可以喝 可以爆髒 他們其實有講說就是如果你是要去外面外帶杯的 應該是比較適合用這一種大杯的 可是因為我們剛好就在隔壁 所以就想說可以用這個小的 然後裝一點點手沖熱咖啡 然後就被我賺到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來去嘗試看看 好那我們現在到咖啡店前面 大家看到了吧 我們就是進去裝裝看 讚 這家店看起來就是比較貴的樣子 就被我賺到 給大家看我們裝完了咖啡 這個叫什麼茶 花茶 甜蜜花茶咖啡 差不多剛剛好耶 你看 手沖的裝進去 然後你看它在冒煙 有多療癒 感覺就很燙 一手摸可能會燙嗎 不會喔 完全不燙 所以這應該就是它保溫杯的那個 作用在這裡 但是我如果稍微打開 你看 就在冒煙 就很幸福 冬天的時候最適合 我們回去喝吧 我們剛剛已經買完回來了 而且因為有帶這個杯子 還摺10塊 真是爽 雖然說都不是我付錢 可是摺10塊感覺就是很爽 你看它已經冒煙冒到這樣 可是我們在這邊模式 完全不會燙到 甚至它底下是涼的 我想跟它這個矽膠有關 我們終於等到它變涼了 因為它太燙 那我們就這樣喝 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喝的感覺 為什麼會搭配摩托車 那是你的夢魂音樂 冬季練歌 在那個南移島上 然後裴詠俊跟 然後都是雪 然後弄完還用 這樣在那邊 搓刷 我覺得口感還蠻好 因為第一個它洞是在蠻邊邊的 所以你喝完它大概會是像這樣 很容易入口 因為它假如它那個口做得太裡面的話 你就會有一種喝不太到的感覺 這樣就可以喝到 你不覺得這個角度比較優雅嗎 你不是這樣子給人家感覺比較有氣質嗎 然後它的那個 杯圓的地方的那個 口感也是不錯 弄完就是直接這樣蓋起來放回桌上 因為如果說你在家裡或者是你在辦公室 你喝到一半不喝了 你回來就涼掉了 可是你這樣子喝完 譬如說我只是喝完好 然後我要打一下電 我就趕快這樣 一蓋把它蓋起來 再回來喝 還是一樣的熱度 這樣感覺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有點懂它這個東西設計的道理 就算你是在家裡喝 辦公室喝 如果能夠保溫的話還是最好 尤其是去買了一杯真的不錯的咖啡 一兩百塊 然後回來才喝了一兩口 馬上要去開會 回來就涼掉了 你說 是不是很可惜 所以有這樣的東西的話 就是可以讓它保溫 我們剛剛發現 就是譬如說你這樣喝 這邊會有一些咖啡 就是藏在這邊 然後如果說你整個這樣蓋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被你 你知道嗎 會被你這樣弄到旁邊去 所以當你在洗的時候 你勢必要連它上面這個會轉的一起洗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一個杯蓋 它是做這樣 你看它裡面有一個卡住的 那你可以從裡面的洞洞這樣把它推出來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分開拿去洗 就可以兩邊都很乾淨 這個蠻重要的 如果說你沒有發現的話 可能會一直很髒 你都不曉得 然後這邊 它這個片就是 應該是讓你滑的時候會比較好滑的一個設計 所以還蠻酷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特技表 好不好 它有故意做這樣 就是它可以這樣子倒 還蠻酷的 如果你有很多個的話 因為它這邊剛好比較小 然後疊在上面 或者是你其實這樣疊也是可以 不同顏色的搭配 小小的也OK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試用這個Wokey的帽子杯 其實我發現它真的很輕耶 因為它其實小杯的是185公克 大杯是360公克 都比我們想像的保溫杯的重量來的輕很多 輕跟薄 可是卻還是可以做到 像我們剛剛給大家看的 保溫的效果其實是蠻好的 它的容量 像小杯是350ml 大杯是600ml 你可以看你平常喜歡裝的容量來決定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開箱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到它的頁面上去看看 最後就是大家期待的抽獎時間 今天廠商還蠻大方 他們要提供是三個這種小帽子 就是350ml的杯子 來給幸運的觀眾 所以有三位有機會可以得到 只要你完成一下兩個步驟 第一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第二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 嘖嘖開箱 我們就抽出三位幸運觀眾 來送你這個小的帽子杯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顏色呢 說不定我們有機會 可以讓你得到你最喜歡的顏色 或者是可以告訴我們 如果你擁有這個帽子杯的話 你想要把它拿來裝什麼飲料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